大家好 我們是WS郁建光車燈專家 我今天有一個客人 他特地從台東來到台南 來找我們解決他這個車燈不夠亮的問題 然後他在大概前一陣子 有更換一個全新的HID燈套 但更換以後呢 他亮度依然不是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是什麼問題 導致他大燈亮度不好 目前舊外觀看起來 他的燈罩是有一部分的霧化 因為他是2008年的這個CAMBERRY 然後我們現在把這個大燈打開 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的魚眼已經有這個 嚴重的霧化的情況 有那種白內臟的感覺 我們來測試他的亮度是如何 亮度是大概650左右 然後他環境亮度是大概 然後我們現在把他的這個燈泡 拆下來看看他的狀況是如何 很明顯看得出來 其實他燈泡的狀況其實都滿好的 近乎是全新的啦 就是使用狀況都很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燈泡 裝在我們的魚眼上面 做一個交叉的測試 現在呢我把這個燈泡 裝在我們這個魚眼上 他是同一支燈泡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他的亮度的差異 他這個亮度是大概3000左右 然後環境亮度是400 所以他實際亮度大概是2500左右 2500左右 那他原本的車燈亮度是250 所以我們只是換了這個魚眼以後 他亮度差了10倍 所以他這個魚眼 他已經有一個嚴重的霧化了 然後我們晚上呢去做一個上路的測試 看他實際狀況是如何 我現在是在沒有路燈的這個高速公路上面 但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這個靜燈照明距離大概只有20公尺 因為他本身的亮度不太夠 所以他也沒辦法照得很遠 那你看左邊這台車的亮度 就完全是跟我們有很大的落差 然後這個光線比較偏 昏暗啦 因為他是4300K 所以路感就比較模糊 然後看起來有點昏暗的感覺 所以這個開場塗起來 其實是眼睛其實是蠻疲勞的 經過我們測試以後呢 他的這個亮度嚴重不足 然後魚眼嚴重霧化 我們針對這兩個區塊 幫他做升級修復 這兩個區塊 為了那個 hosted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鱼眼给拆卸下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玻璃的区块 它有一些白雾状 我查一下 我看得出来 它有一些白雾状 为什么会产生白雾的情况 是因为灯具本身它里面的空气是跟大气是相同的 所以灯具里面一定会有水气 然后灯泡因为它会产生温度 温度然后遇上水气就会产生水蒸气 所以水蒸气会附着在这个玻璃上面 跟这个反射碗上面 所以它误会原因是因为水蒸气的音速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反射碗 它上面这个区块 它其实这个区块是整个车灯的亮度的强光区 都是靠这个区块 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反射效果已经不好了 然后你看旁边 其实那个反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主要是这个区块它已经雾化 就没办法把这个最好的光线给折射出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本身这个透镜它先天设置的亮度就不是那么好 先天不足然后再加上雾化 所以它整个亮度就会变得很糟糕 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说 这个灯罩 它下面这边的状况还不错 但是我们会建议客人一起更换掉这个灯罩 是因为我们的鱼眼的寿命它很长 大概有五六年的寿命 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 这个灯罩的寿命大概就是那一两年吧 就会整个雾化了 那我会建议说这一次施工的时候 一起把整个的这个灯罩给换成了 那看起来就跟新的一样 而且它未来的五六年 几乎是不用再烦恼这个车灯不够亮的原因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鱼眼给装上去了 然后它原厂的HID鱼眼 它是没有远灯功能的 它是远灯是乳素灯报 静灯是HID 然后我们这个鱼眼它本身有远灯功能 所以当你打远灯的时候 会有远灯HID再加上远灯的乳素 就等于四颗灯再帮你照亮 所以效果会很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远灯的讯号线给接上去 因为这个线路会在车灯里面 所以我们都会用这个压接端子 去帮它做压接 然后确保它是不会松脱不会脱落的 因为有些的状况是 你装了以后一段时间 会怎么奇怪 有点那个远灯作用不良 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用铲的缠上去 它有了 久了它会有松脱的现象 那我们用压接就不会 然后因为灯具里面会有温度 所以我们会用这种纱布胶带 因为有一些一般那个传统胶带 它会退胶 就是热的时候它的胶的粘性会衰退 那这种纱布胶带就比较不会衰退 所以在灯具里面它不会产生脱胶的状况 因为我们有提供这个部分车种的这个透明灯罩 所以客人只需要换这个灯罩就可以了 不用换整个大灯 所以整一下它不少时间 我们已经帮它更换了全新的一院 然后跟全新的那个透明灯罩 它外观看起来跟全新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测试它亮度到底是多少 现在它进阵的亮度是3500左右 然后环境亮度是大概300 所以它实际亮度是3500 所以大概是3200的亮度 那原本的亮度250 所以它亮度实际提升了大概15倍左右 那我们现在上去做实际的测试 看它实际的照明效果是如何 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在路上做测试了 然后因为它的灯套是原用它原本4300K的灯套 所以整体地上颜色会比较黄一点点 会比较黄一点点 但是它整体的亮度是提升了大概15倍 所以其实亮度也是跟昨天有很大的差异 我可以看得到两侧的亮度其实都有很好的效果 也相当的均匀 然后距离也相当的远 然后我们现在把大灯关掉 再打开 我其实可以感受到它明显的变化 但是因为它原本的颜色是4300K 然后跟路灯的颜色也是相近 所以感受性没有像我们前几部影片落差那么大 因为前几部影片它拍的都是5000K的 所以说如果你希望你的照明效果要再好一点 那个路感更强烈一点 我们会建议装5000K的这个色温的灯泡 那我们现在上高速公路来做个实际的测试 那会不会建议使用6000K的灯泡 一般我们比较不建议啦 因为5000K像太阳的这个颜色 所以跟我们日常的那个太阳的颜色是相近的 所以你的眼睛会比较舒适也比较容易适应 然后舒适度会比较好 那6000K它是比较白的 那因为太阳光本身不是白的 我们也比较少会去看白色的东西 所以反而装6000K在地上比较白 但是其实我们的眼睛的適应能力 其实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推荐5000K的 我觉得那个效果最最好 然后整体不管是雨天啊 还是一般的时候 或者是起雾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定的照明效果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国道 然后没有路灯的这个路段 我们现在的照明距离大概有50公尺左右 50公尺左右 然后为什么会只调50公尺 因为它这个CAMERY 它是自动高低 然后避震器比较软 如果调太远的话 它可能遇到灯洞 或者是有一些抖洞的话 灯就会照得比较高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远灯 它雨眼有远灯 然后再加上原本的这个乳素的远灯 所以它照明距离其实是相当的远的 目测起来大概有300至500公尺 然后整体一片光明 那原厂的话呢 它HID是没有远灯的 所以它照明距离是比较有限的 然后这种升级型的雨眼 它雨眼都有远灯的功能 雨眼的远灯再加上 原本的乳素灯泡的远灯 所以它效果是非常好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有任何疑问欢迎底下留言 也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来位置遇见光车灯专家 我们下次见